其实我们平原区也有比较大的地震 这个是我们比较很难了解的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部分的掌握是很少 很多断层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很短的 那就好像这次的地震 其实一个断层发生地震 它的力量都会影响到附近的断层 所以它附近的断层只要有比较多能量的累积 它都会有机会再发生比较大的地震 哪些断层是比较值得注意 其实西南部所有的断层都需要注意 其实就是从这个嘉义以南 其实我们的断层主要有两个主要的系统 一个就是靠近这个我们国山 就是我们的我们叫陆三代 我们的丘陵这个地区的断层系统 这个是从嘉义一直到台南都有的 而且它某种程度还是连接的一个断层系统 另外一个就是像梅山 梅山断层 嘉义的梅山 像新化断层 它的方向就不一样 它的方向是比较东西方向 从过去300年来的地震 其实我们平原区也有比较大的地震 这个是我们比较很难了解的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部分的掌握是很少的 因为没发生地震 我们也不晓得说 这里是不是真正有这个断层 因为它太深了 它可能超过20公里的这种深度 所以所以刚刚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西南部其实这几个断层系统 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